正常情况下我这一划就是这个界面出来一划它解密就出来了 但是我现在再怎么划解密的对划不了 开机界面就会短暂的闪一下 对对对那我这样拿它自己闪的 黄先生这部小米MIX2S是8月底买的花了3999元 这个款式算是小米的旗舰机型 他说最近一个多月手机一直无法正常开机 还有一个问题让他很头疼 在9月9月中下旬的时候 手机呢我开会的时候 装在兜里随时给我放个音乐 走路的时候一打开手机 这个手机放口袋里之后拿出来一看 跟别人通话十几分钟 我感觉他就自动把这个密码解掉了 他自己放音乐的时候 你的手机和钥匙是不是放在哪一块 没有我钥匙从来不放在口袋里 黄先生怀疑手机会自动解锁 所以才会导致手机放口袋里 自动播放歌曲或者拨打他人电话 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他打过小米手机全国客服 找过海宁银泰城的小米门店 还找过小米手机授权服务中心 得到的答复都是返厂维修 这个小米店呢 说他们是售钱 这个不归他管 然后让我 我就打40日热线 40日热线呢 说你去售后 去鉴定 然后我去售后 售后呢 说你这个手机的话 刚买了新的 不怎么敢拆 还是让我返厂 返厂 返厂维修几次才能换机会 仍不能正常使用的 消费者可以向商家提出换货 黄先生本来打算把手机送去维修 可自动放歌的问题没有解决 手机开机又出了问题 他想要退货 这个手机已经用了半个 已经停用半个多月了 因为我没办法再用了 所以我已经换了其他手机了 不同小米手机全国客服 接线员的答复跟之前一样 我先咱们手机三半 或正常五十五天之后 只能够进行维修 我是什么原因 包括哪怕是主板损坏了 找到海宁工人路的东方商煞 小米手机授权服务中心 在八楼办公 工作人员答复记者 黄先生遇到的问题 他们也没法解释 建议黄先生申请返厂维修 像你说放在自己口袋里 因为它可能是涉及到 不出大楼或者是什么的 我一天要接待司机二十 我不一定每一个机器 我都记得那么清楚 他们记录的都有 因为他这个没有生成单据的 是不会给他做记录 但是只是我们连拆机都没拆这个 在海宁银泰城的小米门店 值班店长表示 他们店只进过一部 小米MIX2S 卖给了黄先生 目前没有其他顾客 投诉过这款手机 最后值班店长 给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申请了一个特批的一个推货 特批的一个申请 大概什么时候能给他 七年之内 黄先生表示愿意再等等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